大家好 我是和泰汽車的阿翔 今天阿翔要帶大家來認識一台非常非常漂亮的車子 相信大家對這台車子的品牌非常不陌生 對 就是寶石捷 那這台寶石捷呢 它是2010年3.6升的PATAMERA 那PATAMERA它的設計元素就是以GT跑車以豪華型轎車 奇跡欲深來做設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PATAMERA的魅力到底有哪些呢 因為它其實它在豪華型轎跑車 它其實在業界等於是當初出來的時候 變成說業界的標竿 大家其實都在仿效寶石捷PATAMERA的設計 GT正式人做跑車的那個外型跟外觀 那豪華型跑車它的內裝當然一定不會非常養存 阿翔就帶大家來看一下裡面的內裝有什麼配備 那進來其實它所搭配的就是PDK 雙離合器四手牌的變速箱 其實它的馬力 最大馬力將近有300多匹 最大扭力有將近40公斤1米 其實以3.6升的引擎 這樣的馬力跟配置它的扭力 這樣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如果假如說你今天要有速度感 其實這台車也可以給你足夠的速度感 再加上它的品牌跟它的空間 其實會讓你這台車開在路上 其實你會覺得大家都在看你的那種感覺一樣 那當然畢竟它是屬於豪華型轎跑車的那個品牌 那當然它的內裝的配備當然也不會太養出 BOSE的影響 鎂合金的換檔撥片 大螢幕的面板 還有它的所有的操控的介面功能都在這邊 所有還有包含它的電動尾翼 電熱椅的功能這邊兩邊都有 模式的切換 可能SPORT模式 賽格模式這邊都可以做切換 然後它其實這台車它還有天窗 然後後面的部分它就是屬於純正四人做的 來 後面這邊 它後面還有電動尾門的設計 其實你看它的後座的那個承載空間 容量其實算蠻優異的 如果假如以四人轎跑車來說的話 其實它的容量設計算大的 假如說我今天要去打高呼球 或者說今天要跟家人出門 那其實後面的空間 你要放行李箱啊 球具 它其實都是放得下 是不是非常有質感 那如果假如說今天對這台PATAMELA有興趣的 歡迎來我們和泰氣車找阿翔 那今天我們這台車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實在就是SUM